中学毕业之后 六七年都没有打过架了 没想到我伸手还是很不错哦 你为什么被打架 我也不想的嘛 我从小就在技术学校长大 你也知道那种地方 有男有女 有大有小 什么人都有啦 金庸说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江湖上分邦节拍胜赔偿的事情啦 所以打架 霸凌这种事情 每天都在发生 我小时候又很瘦小 虽然现在也是啦 性格又很孤僻就没有什么朋友啦 结果就变成被霸凌的对象 每天不是被捉弄就是被欺负 可是你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孤僻耶 是什么改变呢 是武术 我又不想每天被打被欺负 十岁那年我就参加了学校的武术版 会武功的时候 我就可以每天对抗欺负我的人 还可以保护被欺负的朋友 所以我朋友就越来越多啦 慢慢就变得比较自信 比较开朗 哇 没有想到你那么小 思想就那么独立了 怎么回事 连父母都没有管你的吧 我跟他们的关系没有太好啦 他们很久之前就去了新加坡工作 就把我丢给公公婆婆照顾 放假也不回来考 我小学就被他们送去技术学校啦 那时候就变得比较自比 我也会常常在想 为什么他们把我生下来 却不爱我 为什么不能很像其他小朋友一样 爸爸妈妈的爱 幸福的价值 其实 有父母的也不见得特别幸福 不是啦 我是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营 可能他们有什么苦衷呢 你问他们 当然有啊 所以就有一些很笼统的答案的 什么 他们都很爱我啦 要赚钱养我啦 要我体谅他们啦 可是我长大后也慢慢的了解到啦 不是每个人一生出来 就会帮父母 好像我们学生去考试一样啊 可能有些人不管多努力 成绩就是不太好 但不代表他们都不在乎啊 对吧 不如我们叫好友吧 好啊 方子恩对吧 嗯 这一个 你今天生日喔 是明天 走我们去庆祝 不行咧 有了人啊 不是啦 不是就可以啦 走我们去庆祝 就当做 陪我这个救命 爱人去吃顿饭吧 啊 拜托拜托 救救命 好 去哪里庆祝 呃 跟着我就知道啦 走 走 走